哈哈哈 角色怎麼是日系的我的天哪 Oh my god this Oh my god 你確定? 這是可以免費看的嗎? 喂 這遊戲完全不一樣啊 我開頭五分鐘 就很明顯地感受到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遊戲啊 差低 耶~~~ brr Yeah! Yeah! GTR!我來了! 喜提GTR!點擊領取! 日本人!我來了! 我要用你們的JDM擊敗你們! XD又沒材料改白癡喔! 他有沒有給材料? 這什麼? 哇! 送C8喔?這是C8嗎? 限定套件 升級1CU 還有咧? 材料! 可以改可以改 三選一 在這裡我只相信JDM 所以 蛤? 什麼? 比賽內語音? 為什麼只有日服有? 為什麼? 這個聲有你們認識嗎? 為什麼? 為什麼只有日服有? 幹這他媽是殺小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的角色是從別的支援來的啊 哈哈 遙遙領先欸日服 弄個日文這劇情都非常有帶入感 這個開起來跟台詞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入府的人去玩到日服會有什麼感想欸 感覺他們會說一些很難聽的話 特別是 就是JDM增強這個部分 感覺吧 畢竟 日服完自己的 感覺身為原廠的 入府玩家 多少會有點不滿 但是 日服還沒有機會 哈哈 這個尼克有那個大叔的味道 好有feel 日配 目前是3階15改 沒辦法 剛開服沒有材料 他現在又不讓我課金 我稍微再多課一點點 我就可以拿到那個紅色材料 但他目前鎖住了 不知道是嫌我課太多還是怎樣 讓我支持一下 這開起來真的很像雷文盾 他就是 整個動態都是很穩的 可是你在甩尾的時候 他又推頭又外拋這樣子 就很顯然是因為他加速太快 之類的 然後日服好像不用點AYC 他好像跟陸服一樣不用點AYC 然後他是有紅飄鎖數的這個實裝 但我覺得這個紅飄鎖數有沒有實裝 好像拍起來都差不多 很拋捏 真的很拋 跟台服的那個截然不同 整個動態都不一樣喔 超價手感沒有一個地方像的 233332 1接25 開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我自己在台港澳的帳號是有抽牛的 我很明顯的感受到 這個牛 不同反響 真的不一樣 他雖然還是會晃 但是他那個晃不會影響到你的超價 你知道嗎 玩起來是舒服的 那個跳波也不會馬上跳出去 就接一個黑飄 而且密碼是233332 沒有說還要去弄什麼 11111啊什麼的 沒有 這人的問題 這是牛 很確定 哎唷抓地力好強 你看 都不會黑飄 在那邊左右左右也沒有黑飄 真的不同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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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最清楚了 因為台服的牛我根本開不了啊 我還抽了三接呢 有夠難開的 這裡的牛不一樣啊 是可以好好開的 是不是你看 人的問題 什麼日本和牛啊 還有肚子好餓喔 這是一個可以好好開的牛啊 還是因為這是S1 哈哈哈哈 色情 手感 跟那台很像啊 那個合約車叫什麼 M3是不是 其實蠻像的 可是 可是 他的車身又比M3穩定一點 看起來好像有點晃對不對 實則其實是蠻穩定的 之後推出的保底必中池 那個還沒實裝欸 實裝了再說吧 570要抽啊 570要抽 抽個一接吧 欸 手感超好的 比M3好 可是因為只有死無改 我真的 也說不準 搞不好你那個改度上去 然後接 ECU拉高之後 會不會就不一樣了 這真的蠻不好說的 M3給人感覺是有點晃晃的 所以 吵架起來會有點 不太穩 這個就是穩定性再提高一點 然後手感上是很像的 那車身相對比較穩定 但還是那句話 只有死無改 誰知道呢 大変 日服能撞牆嗎 不行 日服能撞牆嗎 不行 好啦 差不多了啦 感覺我們可以來做個收尾了 日服目前玩下來的評價 すごい 真的是すごい 身為一個海外服可以弄得像原廠服一樣 除了すごい之外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啦 那喜歡大牛的我覺得你一定要來日服開開看 是一台好開的車 台港澳的牛我是真的駕馭不了 然後他的UI介面你看整個都不一樣啊 完完全全是自己的風格 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服的策劃有辦法 可以爭取到這麼多的權力喔 他們甚至有權力去更改車的強度 甚至可以植入這個角色 這個模組 直接就是從別的次元來的 實在是有夠離譜 他們到底怎麼能辦到的 也就是說這些東西都是可行的 完全是看官方想不想弄而已 因為日服都弄出來啦 他們是真的想幹嘛就幹嘛 整體來說這個日服的體驗 真的很棒 可是呢 感覺他們接下來會承受到原廠的壓力就是了 來自的不是原廠官方的壓力 而是玩家給的壓力 我們來看一下世界頻道 所有日本人看過來 想找我單挑的快點加我好友 韓 已經有大量的中國玩家湧入了 他們所要承受的就是這樣的壓力 因為 從陸服來的 或者是從台服來的 你都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日服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因為日幣比較便宜的關係吧 我看一下我今天儲值的金額 最貴的一單是2651元 他的6480寶石 原價應該是3290台幣對不對 哇 那日幣是真的很便宜耶 我這樣儲一單最大單的才2600多 課金環境 你甚至不使用代儲 你都有接近代儲的價格了 所以日服是可以玩的 真的可以玩的 有興趣的話你直接去官方網站下載就好 你就Google就打 巔峰急速控個日服 你基本上就找得到了啦 手機玩家的話一定是要跨區的 怎麼跨區的 我這邊就不再多贅述了 你稍微去搜尋一下都知道怎麼跨區喔 反正我都課了 我也會持續的幫大家觀察看看 日服到底值不值得玩啊 你們只要知道 這一期的成本有點高 麻煩看完影片可不可以幫我點個讚 呵呵呵呵這一集成本太高了